工人顶着高温在发烫的硬架上作业 手边的钢筋水泥 温度动辄五六十度 早上十点半到下午两点 痛苦指数最高 进去的时候就是要带水跟电风扇 才不会中暑 里面状况太闷了 没有水跟电风扇就没办法做事 体感温度上看四十一度 晒个五分钟就皮肉发烫 结冰水 风扇 毛巾 成了消暑必备三宝 冰凉凉的防晒喷雾 能帮身体降降温 炎热天气意外促进销售成长三到四倍 周三台北地区亮起高温橘灯 加上湿度增加体感温度上看四十一度 新北地区亮起黄灯 也突破三十六度高温热岛效应发酵 大台北地区来看的话 已经连续三天有三十六度以上 跟一些热岛效应 还有比较盆地的地形也有关系 区域的一个都市化 然后会造成植被比较偏少 那甚至就是排放的热气比较多 未来一周高温持续 北部地区最高突破三十六度 中南部地区三十四度高温 东部也有三十三度高温 紫外线全台达过量等级 另外也要注意午后雷震宇 来看的话 如果说没有一些比较特殊的 一些天气系统来影响的话 台湾地区都是太平常高压的边缘 或是太平常高压笼罩 所以这个高温还是会比较持续 不过在菲律宾南海 有热带扰动行程是否会形成低气压 未来一天是关键 气象局表示 一具路径将往琉球群岛前进 民众不必过度担心 谢谢朋友的王蓝鱼台报道